我还记得当时印象特别深的是 别人给我看了一个画报 我在出这个 我不是演技派的 脑胎套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还有一个人发了一张照片 是他用脚踩着我 其实你说你不难受吗 不心疼吗 就很多人那会儿在取笑我嘛 这人家的自由 人家就各种玩嘛 这个很正常 2010年的时候 主要是因为那个脑胎套 还是因为其他的事情 很多加在一起 第一是说演技的问题 第二是说英文的事情 再加上当时选戏 选角色选的不好 也被人说 当时我也是刚学英文 我还是在这个圈里边 比较早学习英文的人 然后当时就是 外国人比较多的一个场合 我就想多说点英文 说逗大家乐一下 结果说得斑斑咔咔的 被人笑了 在家后来唱歌的时候 就那段时间 因为还算名气比较大 没有人会跟你说不 你要知道 人到了一定高度的时候 你做什么 都会有很多人来说 你做得很好啊 很不错呀 明明我知道这句词 唱得很别扭 他们都说 好 挺好的 没有什么不好 我还录了两次 结果出来 果然被人笑 可是后悔也没有用了 那你只能结招 《闹太套》应该是最后一棵稻草 出生了你整个情绪 大爆发的这种稻草 对 《闹太套》那个时间 被人笑了很久 我能告诉你吗 你可能没注意 只要那段时间 出现我的名字 基本上是被《闹太套》代替的 就网上所有的评论都是 《闹太套》出来了 《闹太套》 这都是这个 你还上网去看 对啊 要不我怎么会抑郁呢 我不看我怎么会抑郁呢 那你怎么走出来的呢 不看了 谁让你不看的 自己啊 不跟你说吗 那段时间 就 不管看评论也好 看马路上也好 你总觉得这个全世界 你感觉被狗都在唾弃的那种 你就觉得全世界 你只要一有你的消息出来 一有你的评论出来 就没个好的 到今天为止也会有 但《闹太套》这事没了 大家已经忘记了 时间会让人遗忘的 扯出来是其他的事情 但无所谓了 因为确确实实是我自己的责任 我自己没有做好选择 我自己没有完成好 我应该完成的事情 这都是我的责任 那段时间什么状态呢 就是不想对着人 我两点一线 在那两年过程中 家 健身房 家 健身房 就这样 我这几天又看了好几篇报道 都是一人自杀啊什么之类的 我其实特别理解 因为我也有过那样子的想法 曾经觉得厌世 就不喜欢 出门不喜欢被人看到 总想把自己锁在家里边 就觉得 每个人都是恶意的 你曾经说有一段时期 你身边没有人跟你说真话 是那段时期吗 应该 那也是后来才总结的 因为当时当地你不会这么觉得呢 当时身边没有人跟你说 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都还是安慰我的多 就都是那种 说不会的 哎呀 别看那些 就是一些小东西 大部分都还是这种语气 我没有意识到那个问题的严重 哪个问题的严重 就是我的性格 导致我的这些选择的 这个方向的问题的这个严重性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到今天为止 很多这个圈子里的电影公司老板都知道 画面真是个好人 但是呢 他就做了太多 帮了太多 他不应该帮了 做了太多 他不应该做的事情 把自己给坑了 但是也是因为这个 我人缘还是挺好的 可是后来发现这人缘 也不能当饭吃 因为当你不行的时候 别人该不帮你 该不理你 还是不理你 这么残酷 有 当然有这么残酷了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依然还是很幸福 因为我依然还是收获了很多的朋友 只是我自己也吃了很多的亏 在某种角度上来说 我可能会有选择困难症 举个例子 你出去买衣服的时候 一件黑一件白 你都喜欢 你会怎么办 你就会多买一下 我会多买一下 现在不会了 为什么 等他